現在的話呢,重點喔,基本上我們是講到那個152那個有沒有,長寬高,那我們用了一個功能就資料剖析啦 那資料剖析其實有兩個方法,一個是符號有沒有,分隔符號,一個是固定寬度 那因為這一題的話有三個刮符,所以我們用固定寬度把它剖開來 然後另外有一個關閉那個訊息提示有沒有 那個其實就是錄製聚集之後,自己要加兩行程式,在開頭的地方把那個訊息提示關閉 有沒有,所以叫application.displacealign,有沒有,align加s,align等於force 然後呢,尾巴的地方記得要把它等一處,再把它打開 不然的話呢,該提示的時候呢,他可能就不提示了,ok 上個禮拜我們有講到這個範例,應該還有印象 另外的話呢,我們後來呢,下半段就是利用那個政府的開放資料 那這個政府開放資料,目前等於是台灣政府,就是開放的資料量其實非常龐大 光CSV我記得好像就三萬多個這個相關資料 那其中的話,我只是希望知道一件事,比如說台北市近八年的治安呢,到底是變好還是變差 那當然有的時候不是用主觀的,我覺得,我感覺,這不準嘛,ok 那也不可能問路人說,你覺得最近那個台北市的治安有變好嗎 其實路人也應該,可能是不是顏色,或者是怎麼樣吧 所以呢,我覺得啦,比較精確應該是看數字 那剛好呢,台北市政府也有公佈喔,就是從好像102年吧,103 但是其實他102,103好像沒有很完整,從104好像比較完整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從那個台北市政府的那個網站上把它抓一下 阿怎麼抓,我上禮拜講有沒有,把它搜尋一下,其實就蠻容易找到 所以如果你有關注的一些議題,你也可以在上面搜尋 比如說交通好了,最近不是有大資法,當然有成效如何喔 其實政府也有相關的開放資料 如果假設啦,你想要說一點,就是說你要想要表達一些 這個意見的話呢,評論好了,我覺得有些人評論喔 沒有數字,我覺得沒有說服力 但是如果你經過大數據分析之後的結果,真的有效 那當然喔,就是我覺得比較能夠說服別人 那一樣道理喔,所以上個禮拜喔 基本上呢,我們就先把資料下載 那下載完之後的話呢,當然我們要統計三個啦 假設啦,我希望得到三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是,到底歷年的竊道案件有增加 我現在畫成折線圖 所以後來我們就畫了一個叫歷年竊道折線圖 的一個這樣的一個結果,那其實怎麼做呢 當然第一個,我們會需要用到樞紐分析表 這時候你會發現樞紐分析表太好用了 那可是樞紐分析表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呢,如果你要分析的話 比如說你要分析的是歷年 所以重點就是那個年,的這個欄位喔 所以假如你將來要統計分析的話 你要先確定一件事情 你的資料裡面有沒有這個歷年的年這個欄位 那如果沒有怎麼辦,沒有變出來就好了 那因為呢,它剛好有發生日期 日期裡面有年月日嘛 那年月日我們把那個年部分 把它什麼獨立出一個欄就OK了嘛 那有這個年,那我們就可以把它變出一個什麼 有沒有,就是先做那個樞紐分析還記得吧 把年拖拉到列,把年再拖到值 OK,然後呢把這些102,103跟112隱藏起來 隱藏的話其實就是打勾取消就可以了 然後呢最後就得到每一年的數字 有沒有104到111,剛好就我們要的 那最後我們再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樞紐分析圖 把它繪製成一個折線圖 這樣就一清二楚啦,說真的 我覺得這個圖會說話耶 直接看就知道了嘛 那你說真的你要跟我辯論怎麼辯 反正數字是這樣嘛 因為不是我產生的,而且公務聯產生的 那公務聯理論上沒有必要去造假啦 OK齁 好,這第一個需求 第二個需求呢,如果我今天希望 得到一個各區 有沒有,各區的比例圖 到底喔 好像台北也是有12區吧 那12區到底哪一區的治安最差 其實當然最關注希望知道哪一區最差啦 當然相反的喔 我也希望說知道哪一區最好 OK,那這個時候呢 我如果要畫出一個比例圖的話 比例圖圓形圖就簡單 反正畫一個圓柄嘛 那個柄佔比重哪個多哪個少 一目了然 那最重要就是說喔 還有一點我希望突顯那個 治安最差那一區嘛 所以上個星期喔 畫了一個圓形圖 然後呢上面有個資料標籤 因為預設好像沒有標籤 你要按右鍵把資料標籤叫出來 然後最後要凸顯哪一區治安最差 所以呢齁 你就可以把中山區有沒有 還記得喔 我是把它這個叫炸開來 OK,為什麼叫炸開齁 其實我不太明白 不過呢,如果你看那個錄製劇集 比如說你把這個畫圖過程錄下來的話 它其實就是有一個指令啊 那名稱就是Explosion Explosion就是炸開的意思 所以炸開這個有點像翻譯的啦 OK,就是說 中文意思叫炸開感覺有點怪怪的 對不對齁 應該叫什麼 這叫分離嗎 好像也 好啦,就叫炸開好了 把英文叫炸開就把它炸開 OK,就把這一塊炸開 OK齁 好,那這樣的話就產生一個什麼 各區的比例圖 所以上個禮拜第二個需求 我要做出這個東西來 那其實怎麼做 一樣嘛 第一個齁,一樣是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呢 因為我們有區嘛 把區拖到區 把區拖到 其實到底跟剛剛那個年很像耶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啦 樞紐分析表也沒這麼難用啦 其實你主要就是要知道說 你要分析的主要的那個欄位是什麼 把它拖到列 然後呢,把你要統計的數字呢 拖到值 那如果他裡面的資料 如果是一個文字的話 他就幫你算幾個結果 比如說中山區一個 中山區兩個 中山區三個 他就算你幾個 但是如果你裡面那個 你那個欄位假設是數字的話 他預設就是假種 但是也可以改啦 OK,這個改的方法我們之前有講過 那就是這個把它做出來 不過上個禮拜好像有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前面假設已經有做了一個樞紐分析表 然後你如果做第二個樞紐分析表的時候 他因為呢,會有個catch 快取 所以呢,他會把區這個欄位怎麼樣 你即便做出來 他還是不會更新 所以最後還記得吧 我們有做了一個動作 重新整理啦 有沒有 有沒有,一般是從這邊 如果你當然重新整理 有的時候不ok 你就全部重新整理就ok啦 反正就記得把它全部重新整理 那最後的話呢 第三個需求 我希望呢 知道一件事 到底台北市的住宅切到案件 如果住在哪一條 因為好像地址裡面的那個哪一條路 哪一條街哪一條道 好像比較直接 所以我想要統計 而且我不需要 就是 全台北市有這麼多路街道 那我不需要全部啦 我只大概想要知道前十名就可以了 到底喔 台北市 住在哪一條路啊 哪一條街啊 哪一條道上面的那個 失竊率 的數量是最 數量啦 我講數量是最多的 ok 那理論上 反正就算數量嘛 有點像投票一樣 喔 誰一票誰一票 你到為了 沒這個金錢 或者 typing 所以我如果假设找不到0,我要找0,那我的叙述方法我上一周也提到了,就是用if-air 如果它的value假设找不到0,它得到的结果就会是仅value 那怎么办呢? 所以底下有一个value-if-air,就是指的是找不到的意思,那我就继续找0 所以上面那个叙述是先找0,其次再找0,但有可能他没有0,也没有0的话 所以我还有第三个,就是在这个公司外面再报一个if-air,有没有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找完0,没有也没有0的话,那继续帮我找什么,找区 那理论应该有啦,因为区我们看到每一个地址都一定会有区 所以理论上呢,三个大概就够了 那利用这个结果呢,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数字,就是到底 路接到前面那个字的位置,所以后面呢,我们再配合一个叫mid 根据呢,他找到的位置,有没有,把这个地址的 有没有,这个后面记得要加1啦,因为我找到的前面那个字的下一个字,才是我的哪一条路接到的位置 然后底下这个就是什么 再把尾巴的那个字,有没有 所以我是把上面那个公字贴过来,改路接到 然后再减掉邻里区,得到数字就是他几个字 OK,其实那个整个动作 上礼拜有做过啦,我录下,如果你假设细节 不太清楚,回去再看一下吧 大概这个东西,其实做出来公事非常冗长 所以呢,不允许一点点的 错误 不过啦,其实也没有太复杂,你只要 知道那个步骤精确的话,我觉得做出来应该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OK 基本上我都是一个step,一个step,一个step 做出来的 所以如果中间假如发生有错误啦 这样之前有同学错了,然后问我该怎么办 我说你重来好了 因为说真的啦,你叫我帮你看 我说真的啦,我看也太累了 倒不如重做比较快 为什么,因为我都是按阶段 如果只要你有一个阶段错了 你就改 OK,所以这个可能要自己再了解一下 那最后的话,把这个向下填满 那最后呢,如果我要得到 第三个图喔 就叫 什么,路接到的那个 就是统计前10名的那个磁条图好了 那这个该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上个礼拜这个部分 先把它打开来 如果你有存到,如果没有你可能就 再把它弄一下吧 像 这个公式 如果你上 可能如果你现在要直接打,可能打不出来的话 云端白板其实也有一模一样的 我是放在 云端白板上面这边 这边其实也有那个台北市住宅窃道 的 那个完成的程式嘛 然后上面有一些叙述啦 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那个公式其实这边也有 刚刚那一串呢,就都会把它贴上来 在第10页的地方 如果你实在是没 不太OK的话 你就 跳到第10页 把这个选起来 Ctrl C 然后先把它Ctrl V贴上 应该就可以了 OK啦,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